各位香港台观众好,来到5月中后期的Chris Ritley 时间过得非常快,快到了半年这个时间 我经常说100岁不死都有新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多听这个说法 因为我们行内以前香港传媒每一天都会说这个说法 我们从2019年走到现在,每一天都见证香港如何慢慢去腐败 如何去到一个崩溃的状态 但我们每一天都见到或者听到 其实香港发生的事都是越来越扭曲 或者你根本上都预测不到任何的事大发展 上个星期和今星期的时间 这段时间已经发展到一个 你已经知道香港已经磨得够了 或者烂到入肉的那个位置 越来越深感这个感觉 为什么呢? 首先,这张照片就是之前说的 这个区议会选举 被人剥夺了直选的议席 所以香港人的投票权就越来越收窄了 现在香港政府告诉区议会选举还有部分直选 留下一个框架告诉大家 香港有选举 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香港选举的民主成分还有多少呢? 首先,行政长官选举已经没有了 已经不再会有之前2017年的时候的 不是2017年 14年的时候的争取相补算 那你想想,行政长官选举已经没有了 再加上立法会选举 在这个完善香港选举之后 已经是腐烂了 OK,区议会选举都没有了 那就是说大家的手中一票已经没有了 好了,票没得投 现在说的就是连器官 自己的器官和华士都成为一个问题 那你现在说的就是 器官捐赠取消数字很不尋常 反对任何尝试破坏器官捐赠的 这个崇高理念的行为 更加说什么?非常可疑 那整个系统就是破坏了 就是要强烈谴责 那就是说这些是令人羞恥的行为 那这个完全离了大谱 就是你一个人的身体 那个自主权都没有的话 那香港是什么地方 就是你要谴责那些人 为什么不愿意捐出你的器官 另一个重点就是 大家都摆明知道 为什么器官捐赠会有这个 就是突然间取消那么多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当然就是说中港胡同 那就是说香港人捐的器官 有机会送中 喂,我们知道中国是什么社会 中国这个器官买卖的问题 一直都没有被人去正视 那这个就是香港人忧虑的地方 这个摆明就是香港人不满意的地方 所以决定取消器官捐赠 因为你有一个中港的互通 好了,就算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香港人、香港市民 他自己决定自己的身体 去不去做这个器官捐赠 有什么问题 就是根本上这个人 作为一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 但是这个权利居然是被这个行政长官去强烈谴责 还要说是要求警方调查 究竟有没有过程中有违法的行为 就是这个是不是瘋了 这个社会已经去到一个 你想想这张照片 表达到那种无奈 就是变成一个迷幻 或者是一个黑白的世界 根本上不知道这个世界 这个社会 还有什么可以自豪 作为自豪的地方 好了,再另外一件就是 大家都应该 听了很多 或者已经知道了 当中的一些细节 就是国泰航空 在小红书被中国网民指控 或歧视的一个事件 这件事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这件事大家知道就是 在这个小红书中国网民投诉 或者不是投诉 一个post出来 就说那些空姐就取笑 或者不是取笑 就是说他们不懂英文 即这个blanket 就不懂这个字 接着就后面自己在厨房 就去夜遇 或者说笑 或者慎 之后就被人录了音 然后就在小红书做公审 好了 这件事我们要讨论的 当然不是涉事的空姐 究竟是做得对不对 我们要理性分析这些事件 我们必须要知道 就是那三位空姐 其实可能是一个不聪明的做法 老实说 职场上要慎的一定有很多的情况 包括就是 我以前在电视台工作 做新闻 很多东西不满 但我不可能可以在镜头前和大家慎 我没有办法 这是一个专业 好了 三位空姐 在这个问题上 有这些言论 然后在一个 虽然她不是公开去跟客人说 但是真的被人听到 其实这个首先是一个不聪明的做法 专业不专业呢 大家自有议论 但是首先这个事件上面 我们知道的就是 国泰在这个问题上 最后决定是炒了这三位空中服务员 三位空姐 究竟我们知道的就是 在这个公审的状态之下 究竟这个有没有正式投诉呢 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 究竟国泰有没有收到正式投诉 只是说 我们看的报道 只能看报道去跟进 就说这个公审之后 就说是会去国泰正式投诉的 那我们听回来的消息 就说 就是国泰知道这个公审状态之后 就主动去联络这个 这个小红书上面的人 那么跟着就是 在一个极短时间之内 就作出决定 是决定炒了这三位空中服务员 这个处理的手法 是极度之恶劣的 极度之恶劣 就是首先情处都不是 还要是一个即时解雇的状态 那国泰的 就是整件事的过程 你看到就是要去跪下 你首先在这个中国的社交媒体 就先道歉 然后再加上这个香港政府 李家超就公开批评 就是你神经的 这件事是吧 即公开批评 就说基督人员 不尊重乘客 言行恶劣 伤害两地同胞感情 破坏香港的形象 感到痛愤和失望 你说是不是神经的 一个这样的行政长官出来 就先搞完这个器官捐赠 说你是非常可疑之后 再罵了那些空中服务员 就是破坏两地同胞感情 什么事啊 现在是吧 一个行政长官 即是不会去想着 即不需要去就着这些事件 去做一个judgment 或者去comment 但是现在呢 推告他什么呢 就是这个文革式的批斗呢 已经是在这个 由这个政府最高层 去到小粉红呢 是不断地在那里 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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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地推送 这个文化 所以我们看到 加上 就是为什么说是一个文革式呢 首先 我不知道国泰的行政总裁 林兆波 就是那个政治取代是怎么样 但是你看到这些事件上面 就是批斗批斗批斗 然后一个 就是一个 就是要去跪低 那 林兆波在 就是在中国 访问中 就说这个事件是很严重的 不容类似情况再发生的 再次用普通话呢 就是要道歉 那他就说呢 就是 就是 未来要在大湾区 就招聘这个建杂机师 和空中服务员 就务求令到大湾区旅客 更好的服务 你想想这个就是批斗之下的结果 而我们看到的问题就是 将来 这个是由上至下的 不断地推荐的一些批斗式的文化 只会继续在香港 是不断发展的 就是不断发展的 我们看到的就是 可能小学 中学 大学 除了教育上面 就是 关乎什么 关乎学生 一定会在里面 是慢慢发展的 那这个长期下去的话 香港 我们不用忧虑 香港呢 只会是一个 就是 一个极端的状态 极端批斗的状态 而 可能比以前文革呢 是更加恶劣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科技发达 你想想这件事就是 在一个这样的 社交媒体上 就已经发展到 它的 outcome 就是那三位 国太空中服务员被炒 是不是很恐怖 你想想大家 是不是已经 已经见到 这个图片 挺恐怖 好了 最新的国太空中服务员工会 就已经表态 就是说 根本上是 这件事 深切遗憾 为什么呢 首先其中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说的 这个批斗式 现在的就是 这些网上公开呼吁 就是说 其他乘客 要对空中服务员 作出挑衅的行为 再加上 就是要去 涉录那些同事的表现 那这个是什么 是严重威胁到 那些空中服务员的工作 滋扰 以及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大家想想 整个人都是一个 监视自己的言行 另外就是 你涉录 谁知道你涉录是什么 这是一个公开呼吁的监控 所以空中服务员工会 感到极度惶恐 要求国泰 给予一个明確的指引 究竟如何保障前线人员 在这个不受无理的干扰之下 完成航班的所有服务 另外声明也提到一点 就是国泰根本上 不理会人员工的诉求 包括就是 疫情至今 不断加开航班 但是大家知道 COVID的时候 国泰怎么对员工才可以的 炒就是炒 然后就是 所谓正国来说 应该要肥鸡餐 谁知道就不是肥鸡餐 另外就是你要去留身 留工 留职 保留职位的话 你要一个极低人工 九千多元 你想想 人工极低 人手现在又不足 加上工作量大增 的情况之下 公司是漠视了这个问题 工会说公司是漠视了这个问题 即是同事的士气极度低落 才会衍生机枪服务上的投诉 所以 要求公司立即正视这些问题 重建合理的工作环境 另外我想说的就是 这些情况 这些问题 其实都不是这两年会发生的 你想想 03年沙士之后 自由行 至今多少年 至今20年 中间有几多问题衍生了出来 首先就是那些水货客 奶粉 雙飞事件 种种来到香港抢资源的问题 再加上19年事件 你想想 中间的外国分子 来到香港搞事 那些战争 那些战争 已经是不断的 所以这个问题 我们看到这些中国矛盾 基本上我看不到在短期之内 是容易解决的 所以再加上这个文革的文化 是在这个香港席根 由上而下这样发展下去 我相信是一个 是几几凶劣的 而我抛个问题给大家 如果 即日真的叫做 香港光复了 这个政权不再管治香港 大家会不会觉得 这个地方 会是以前我们熟悉的地方 其实这些文化 当你直跟在这个社会里面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改变 就算所谓政权的更跌也好 其实 如果大家 在一个光复之后的香港 回到香港之后生活 大家会不会觉得很自在呢 还是这些警察是不会改变呢 这些文化是很难回到以前呢 这个是 这些事件里面 我们看到 似乎是很困难 所以我抛个问题给大家 就是究竟大家想到 之后的香港是如何 即是如何发展下去呢 好了 香港呢 我今天讲到这里 今天 今个星期的Chris Wigley 讲到这里 想跟进的 都是英国的政治 英国的政治 在这个星期里面 发展得很厉害 又关于Boris Johnson的事 这个大选临近 来着很多场大选 首先 台湾大选 来着2024年1月 就会上演 大家非常关注 因为 在中国的外交和经济脅迫之后 台湾的生存空间 越来越紧张 蔡英文已经连纫了一届 究竟 哪一个可以抵替蔡英文 在中国的这么巨大的压迫之下 究竟是不是民进党能够成功 去继续执掌呢 这个是非常关注的 如果民进党不能够继续执掌的话 即是国民党上场 那台湾的生存空间 是肯定会急速 急速去崩溃 这个我们要继续关注 另一场的 当然就是说 美国总统大选 特朗普 能不能够成功挑战 这个代言贏公司 要继续看 英国也是大选年 相信会去到 下半年 2024年10月左右 才会大选 但是现在 2023年的5月 已经爆到七彩了 但是除了保守党和工党之生 即是说在野党和保守党之生之外 其实保守党里面的混乱状态 内控状态 都是非常激烈的 首先 这个礼拜 已经是说 柏匪文 卷入了超速门事件 这个再跟进 超速门事件 就是说 柏匪文 在去年超速驾驶 被罚款和被罚分 另一个选择 就是选择 想这些驾驶改进课程 要一群人上 但是柏匪文被指 是滥用权力向公募员施压 就要求一个 是单对单匿名的 架水所改进课程 但是贪收不果 最后三位成委任他做内相之后 就决定罚款和分了事 这是其中一件 可能牵涉到内部的斗争 就是决定罚 首先因为这些事件 就照计不会被人决出 不会去外洩 所以应该是被人决出 好了 这件事还未完之后 Boris Johnson又被捡入疫情 Covid 武肺期间 违反防疫规定的风波 大家知道 Party级已经到最后阶段 但是仍未有最终定论 发展到Boris Johnson 已经向特权委员会公开作工 但是呢 暂时委员会未有最终定论 但是最新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Boris Johnson又被爆出 那为什么被爆出又有这些 违反防疫规定的风波呢 事源呢 其实政府在做一个 处理Covid时候的手法 的一个公众调查 那这个调查呢 Boris Johnson已经是呈交了 一些叫做大臣日志 即那些diary 那这些diary呢 就记录了Boris Johnson的一些行程等等 好了 问题就在于 那些公务员呢 就将这个约翰逊的diary呢 就是这些资料 是呈交给警方 那警方呢 现在就说是审视的情况 那样 那就是 问题就在于 究竟 就觉得有值得关注的地方 那所以就交给公务员 那公务员呢 那公务员呢 就决定交给警方处理 那样的 那整件事就是 一个 就是 似乎 是一个逻辑罪状的一个感觉 那这个都不是我说的 就是 保守党或者 不是保守党员 那是Boris Johnson的发言人 直接说就是 根本上这个事实不实的 还要是一个政治动机 挪迹罪状 那怎样说呢 其实我们暂时在现阶段 未知究竟牵涉到的是什么活动 但是根据Telegraph 就是保守党的党部 就有两个说法 其中一个 就是在唐宁佳10号首尚府的 Garden 就是和妈妈吃下午饭的 但是 其实那个时间是 2020年的6月到2021年的5月期间 那时候英国就有一些 不同程度的封城 那这个在唐宁佳花园吃饭的 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不知道的 但是只是知道 其实她妈妈已经在 2021年的9月就过世了 已经是过世了 好了 另一个聚会 就是说 是唐宁佳安排的 应该是 约翰逊和电视台主持见面 就是商讨主持的丈夫 2020年的3月确诊之后 病危 危态的状况 那你想想这两个 可能是牵涉到工作的会议 因为要商讨一些 就是讨论病危 或者危态的情况 另外就是在户外的地方吃饭 另外就是在户外的地方吃饭 那其实呢 约翰逊的发言人已经 发表声明表示 什么呢 根本上现在的指控 完全是实实 他就说 其实被质疑的这些活动 全部都符合规定 包括什么呢 刚才说的户外发生 另外就是 完全合法的豁免 包括一些同公务员 和顾问的 可能是一些工作的会议 可能是一些工作的会议 所以 Block Johnson的发言人 就认为 政府内部 有人似乎向警方 和特权委员会 提供一些毫无根据的提议 很多人觉得 这些摆明就是出于政治动机 邏迹罪状 那你想想 现在在保守党的内控 为什么呢 当然是2024年大选的保守党 究竟由谁去带领出选 这个很紧张 所以 现在的 那个争拗 是去到什么的境地呢 是说 保守Block Johnson的支持者 已经在考虑 计划 去信1922委员会 就是对三位成作出不信任的动议 这个发展都挺坚抽的 为什么 因为 回想起来 整件事在去年的 差不多了 去年6月的时间 开始传出 就是说 不满Block Johnson 在左翼 新伟成的派遍 跟着就是 新伟成辞职 假惟得辞职 就逼到Block Johnson 要下台辞职 跟着就是 去到蔡惠斯 然后又拉蔡惠斯下台 跟着新伟成上台 所以想想 右翼连书两次 新伟成现在 就是执掌的地位 那波罗伤神 你想想 会不会是一个 就是这个 右翼的这个派别 去做一个rebellion 其实很大可能的 当然啦 其实波罗伤神 这次有被人 读出来 亦都被指 是新伟成派别 就是再坐 波罗伤神 一脱 要他不能够翻身 那现在 会不会造成这个 效果呢 始终 这个指控 似乎 现在排名上 似乎 似乎 在这个 不够的状态之下 被外界看到的 会不会是真的 知道 新伟成 你搞这么多 你只是 刻意去做波罗伤神 那 其实这个 对于新伟成来说 应该不是一个 很正面的做法 好了 那波罗伤神的 发言人 亦都有另一个指控 就说 今次的情况 其实是非常奇怪 而且是不能够接受的 为什么呢 其实在这些指控 这些指控 在警方和委员会 提出之前 其实是没有 知会到波罗伤神 没有知会到波罗伤神 但内国办公室又说 其实不是没有知会的 就说 这些资料交给警方 是正常程序 这些文件交给政府 应对疫情处理 这个方式的公众调查 其实就是合理的 符合程序公义 这样 现在的内国 你想想 那个组成是如何 心卫城的盟友 就是南韭文 因为这个欺凌风波 被逼下台 被逼下台 但是呢 其实在之后的这段时间 南韭文已经是表示不满 就是落台的时候 便明不满 就是说这些调查 根本是有瑕疵的 根本是设置到欺凌援楼太低 对政府来说是一个开坏先例 现在顶替南韭文的 也是心卫城的盟友 所以现在 波罗伤神的盟友 指向这个新的副手上 叫做Oliver Downton 应该是想製造一些力量 就裸迹罪狀 搞波罗伤神 但是大家不要分两点 其实呢 派对门事件 老实说 心卫城都有参加 就是这一幕呢 就是波罗伤神被罚款的 那一场秘密生日派对 或者是惊喜生日派对 在内国办公室的 而这个场口就是 心卫城和波罗伤神都同样参加 同样被罚款 但是心卫城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 做Prime Minister 完全是不忌讳自己 是曾经跟波罗伤神同样 是breach了这个防疫规定 那这件事 大家是不是听上来 都觉得很奇怪呢 那现在 内国办公室 就是 这个说法 是获司法大臣去护航 连这个司法大臣 都是刚刚莫委任的 因为都是心卫城的盟友 去顶替南韜文 就说 这个做法并无不妥 这样的 据这个说法 其实 现在警方 一直都没有联络到 波罗伤神 而波罗伤神的发言人 都说 这些律师曾经是向过 内国办公室 和夏尔玥特权委员会 解释过 今次的这些活动 根本上被质疑的活动 是完全没有违反到 任何的防疫规定 你想想一下 这个事件就是 如果内国办公室都一早知道 所谓的这些被质疑活动 是合法的了 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件事呢 为什么公务员还需要 去向警方提交这些资料呢 有个说法 日常邮件 可能大家信一成 就说 波罗伤神 就说 如果公务员 真的向警方提交这些资料 就要控告政府 但是 真的信一成 我相信这个做法 不大可能 那 其实 深慧城 都摆明了 大小的 为什么呢 刚才我们开头说的 柏匪文 内向柏匪文的 超速门事件 牵涉到 可能是滥用权力 就向公务员施压 但是 深慧城最快 最新 就是有一个 一锤定音 就说柏匪文 是没有 违反大臣受责 也不会向柏匪文 制造全面的调查 我觉得 你不够公开透明 在一个这样的涉嫌 是向公务员施压 就较为自己的状态 其实 做一个调查 都是比较公平一些 所以 没有办法 在这个保守党内部权斗的问题上 我们都只能够预视到 越来越多事情会发生 因为越来越近大选年 首先要解决 究竟保守党是谁 作为领袖 即是如果 右翼派别 是想拉深慧城下台 那刚才我们说的 会不会又去认 1922委员会 提出深慧城的不信任动议 是第一步 我们只能继续慢慢看下去 好了 今星期的Chris Weekly到此 我们到下星期再见 拜拜